摩尔特地区 墨尔本 墨尔本作为一个投资时间与金钱的地方 其吸引力与年俱增 这个欣欣向荣的大都市坐在亚拉河边上 最近第六次被票选为世界最宜居的城市 按其发展速度 墨尔本将在2055年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 墨尔本非一般的发展 使其业细成型的开发地区 涌现出对新住房的高需求 所幸的是 对投资者来说 墨尔本的中卫公寓价格仍然低于细腻 另外 在维多利亚州购买楼花 可获得高额的税收优惠 同时 由于资本增长可观 因此在墨尔本投资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克雷蒙 这个小巧精致的郊区 位于亚拉河畔的里奇蒙区和南亚拉地区之间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克雷蒙距离市中心仅两公里 中间穿过美丽的开阔草地 因此具备商业中心和林荫绿地的极致 作为一个四同八达的创意中心 其艺术性和波多西里亚风格成为其产业根基 最近还获得了十年体育城市的称号 在该区 只需步行或骑自行车 便能到达各种大型运动场地 例如艺术区 联邦广场和植物园 克雷蒙的交通工具应有尽有 这对于千千万万希望靠近市区生活 工作和学习的人来说 就是理想的往来交通之地 如果骑自行车几分钟就能到达市区 里奇蒙火车站距离市区仅一个站 三分钟路程 而电车和巴士更是出门即有 最令人激动的是即将开通的轮渡航线 克雷蒙的居民将能寻美丽的亚拉河进入市区 克雷蒙的人口预计将增长117% 这比周边各区的预测增长率都要高 本区吸引了各种创意专家 可以大胆地说 其平均收入远高于墨尔本平均水平 在过去十年 中卫工艺价格每年增长8.2% 相比之下 整个墨尔本才5.2% 房子平均持有十年以上 开发度有限 区化严格 且入区需求不显著 克雷蒙附近有若干索墨尔本顶尖名校和大学 包括墨尔本高中 墨尔本女子文化学校 墨尔本大学和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这一切都能在旅获收容的建筑师 芬德·卡萨里迪斯设计的科平坡里找到 这将是大墨尔特地区的第一阶段项目 科平坡坐落在克雷蒙特南端 可一直看到亚拉河 撑过码头堆场向外直打亚拉山脉 这些景观事业不会受到开发项目的影响 科平坡与各种保留下来的传统建筑相邻间 在两者之间穿插着墨尔特地区各条新铺设的巷道 墨尔特地区的公共空间将有各种餐厅和咖啡馆 为人们每天的生活从上各种去处 这个灯火通明的区域将拥有先进的保安措施 同时会对居民和游客等的总体健康和福祉 进行大量投资 墨尔特地区将成为墨尔本一个重要的去处 在该区生活和工作的人们 对于各种设施将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使墨尔本成为世界最宜居的城市 科平坡为居民提供大量专享的空间 在休闲活动楼层有一系列举步活动间 充分利用大河对岸的景观 而室内设计方面 则表达了带有自然气息和现代实业特色 当中由于自然风光和空间为重 这个非同一般的奢华公寓系列 是墨尔本最令人激动的猴资计划 诚然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 让您在墨尔本的历史上写下一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